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它是比较low 比较平民的地方 但是很有人情味 包括这个场景也是有很多理发店 新华书店 还有台球厅等等 其实就是一个我们80后童年的一个回忆把它集合放在那里 既然导演对本片如此真情怀 身为女主的郭彩杰也是超敬业 首次化身激入打女 坦言拍摄现场 自己很受伤 虽然那场是有较威亚 但是为了要追求一个 就是被小鱼摔的地上的那种心碎的感觉 所以就是要直接的重力加速度 然后下头是没有办法有保护键的 因为就是直接要落地 虽然我们店里的特效做得特别好 但是就不帮我去那块保护键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就直接摔 然后摔了很多次 就一直看 跟导演一起看回放 都一直觉得不够 又再提高那个高度啊什么的 最后一次就摔到了脑 后来就回台湾就进医院 现在 但是啊 现在好了 对